你剛才提到A股 今早也叫做紅盤高開 他就問你今年的大主題是否A股 即是A股的前景 你今年看不看好呢? 其實最多人看好今年是港股 一個主要問題是因為上年跌得多 所以今年在調整趨勢上 港股的壓力上是這麼大 A股上年的表現都被港股為好 但短線你面對著A股 其實近期的調整壓力 不過我們覺得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如果你看A股的前景上 你可以看這輪反彈 上症綜合指數上升到3450這些位置 上升到3450了 你便當近期是新年假期前 要淡油造勢 或者可能是美股太亂 外資走 有一個恐慌性掏售狀況 但如果這輪反彈 上症綜合指數上升到3450這些位置 再跌下去 頭還要碎 走一個很完美的相頂 短線走勢問題 中長線來說 其實美股也好 A股也好 港股也好 如果你看整個2022年表現上面 未必真的太差 但是在頭半年 剛剛儲環球央行開始說 美國也在說加息 內地雖然說LPR 但經濟貨物壓力很大 GDP可能到今年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的時間 才見底 大家是這樣看的 所以短線也是處於一個 層底格局 所以如果你的目光視角 看到超短線的話 暫時來說 就不用太心急 我們覺得就是這樣 今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太心 第二件事就是不用太心急 所以這一刻我覺得A股 是新年價期回來之後 開2% 但是上昇還有比數 我會覺得上回3450元算 是問我的 如果比較上面 可能港股比A股更加優勢 純粹原因就是因為港上跌得多 所以短線的東西很多 都看得負面 但是中長線 或者中線 今年2022年展望上面 其實看得不差 港股我覺得恒指有機會 看2600至2800的位置 但是問題要跌下去才上回 同樣地 上昇綜合指數 或者A股 你可能會看到 接近4000點的位置有機會 但是問題就是 短線都要先調整下去 所以你如果上了月供方式 去供A股ETF等等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如果突然間 這口氣一注過 這些位置選擇太好了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心急 是的,那就留意著 1個3都會